3月25日香港大学戴耀廷教授在台湾、港澳中各民族及台湾自由人权论坛上发表讲话 认为在未来民主的中国,中国大陆不同族群包括上海、香港可实现民主普选及人民自决 可以考虑是否成为独立国家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族群组成联邦或欧盟式邦联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戴教授的言论立即引来了香港政府港澳办的正路和严厉的批判 指责其分裂祖国 就此话题,我们连线专访了戴耀廷教授 下面有请戴教授 戴教授,为什么你在台湾自由人权论坛上的发言 会受到香港政府港澳办的严厉批判 您到底说了什么? 能介绍一下事件的背景吗? 其实没有什么谈到关于什么港独啊什么的 但是因为在会议里面也有其他人的发言 包括现在在美国的唐彪律师也提到一些关于国际人权公约啊 这个人民自觉啦,这些议题 所以在总结的部分 总结的部分呢 主持人就叫我回应一下 我这只是两分钟的发言 这是总结的发言呢 就是回应投票律师的说法 我是说 如果中国的政治政权结束 那么到哪个时候中国人民 包括香港人民 可以考内怎么样去处理大家之间的关系 因为过去中国历史都是一种 中央地方的关系 都是一种比较是 单一制的这种统治方式 但是我的提出就是 大家当时可以考内各个族群 可以考内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或者是组成一个联邦 或者是组成一个好像欧盟的帮人 那么我就是提出这种想法 叫大家去想一想 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发言了 但是这个回来以后呢 从台湾回来以后呢 就被一些中共的一些媒体操作 就最后呢 特区政府呢 就发出一个声明 说我是鼓吹港独 然后就跟着港澳办啊 中原办啊 一些建制派的议员啊 一些各方面的参共的团体啊 就发起了这种大龟毛的 这种批判了 就我自己也很难卷 我为什么会引起这种 那么厉害的一种批斗 其实有关的言论 我在香港的报章也有发表 其实我提出的 有一些文章里面说 我是想到是中国专制政权 这个结束的前后呢 可能有不是刚才说三个可能性 而是有十个可能性 但是呢 当时呢 就没有人去提出 任何什么批评 现在呢 这种的批评呢 这种批道理应该说 就我自己也真的不太掌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呃 代教授 香港基本法第27条啊 他规定了香港居民 拥有言论自由权 我在想啊 因为您是一个宪法学者 如果一个香港的居民 他就在公开的场合的表达 他希望未来建立一个联邦 那么他这种言论 是不是属于 基本法第23条所禁止的 还是自由言论自由的范围呢 那其实 在香港呢 有更多人 比我说的更智洁的 是要求香港独立的 有很多年轻人啊 他们公开啦 在网上啊 都有这种的言论 但是呢 我们从来见不到特区政府 去啊 发出声明去去去去批评批评 也没有什么什么起诉啊 虽然 现在呢 如果你是支持港独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参选 当一个立法会议员 啊这个是 当然这个也有正义 因为现在也有案件 在法庭里面正在处理 就是啊 这个 政府有没有权利啊 把一些支持港独的人啊 啊拿走他们的参选的资格 但是当是发表言论呢 在香港的法律呢 其实现在的法律是没有犯法的 如果是支持港独也没犯 也也不犯法的时候 那么说什么联邦啊 帮人啊 这些应该都不会呢 而且如果按照2003年啊 香港特区政府进行过的 哪一回的 我们叫23条立法呢 就是关于啊 有关国国家安全的法律的立法 如果按照当年的版本 最后这个版本是 政府就是暂停了啊 没有进行 因为有有不是乱人啊 想接去反对 那么按照哪个啊 这个哪个版本呢 2003年的版本呢 其实也不扣成任何形式的罪性 因为当时的版本是 言论是不扣成犯法的 你必须要有这个鼓吹这种暴力 或者是用一些严重的 形式的违反形式的行为 你再扣成这种犯法 所以我的单单是言论呢 这应该也不扣成犯法 这个也可能 刚才你提到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对我提出这种批判呢 一个可能性 我想一个可能性就是 中共是希望香港特区 重新开始这个23条的立法 而且呢 这个新的版本 一定要比旧的版本 是严厉得多 就是可能是单单言论 就已经已经足够 把一个人日罪 如果你是提出港独啊 或者是一些和 现在的这种国体啊 有不一样的言论呢 至少你没有提出什么暴力啊 什么行动啊 你也构成犯法 这个可能是一种为了新的23条立法铺路 我们叫做加纳版啊 这是更纳的一种一个版本的 一个23条立法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原因啊 现在只是把我作为一种啊 批评的对战啊 批道的对战 对象呢 是作为为以后铺路 蔡教授 因为您作为宪法学者 我就想跟你探讨一下 林毕说一个公民 他思想 他在想我祖国的未来 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设计宪法嘛 他想我们的未来就是一个联邦制和一个邦联制 他想跟说 把他说出来告诉别人 这就是我的想法 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其次就是如果一个一个群体 他支持说我有民族自决权 那么根据宪政的理论 他是不是有这个权利 主张说我们就说港独 他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呢 那这个如果他是一个个人 如果他只是在头脑去想一想 就有问题 当然这个是市场自由的 市场自由是绝对的权利 是任何情况下也不可以限制的 但是如果他把这个言论 这种想法说出来 那就变成一种言论自由 如果是言论自由的时候 当然我们知道言论自由不是绝对 是有限制 但是从现在国际人权法的发展 你的言论 你当然可以因为国家安全的理由 去把它一些言论限制 但是这些言论的这些限制 按照国际人权法 也必须是必须的情况下 也不是随随点点的说 哎呀你错了 我就用国家安全来限制你 作为理由 你必须要有一个这个限制本身 是和维持国家安全有一种别言的关系 也有必须的关系 也跟合辅比例的关系 那么所以这是为什么 如果要符合国家人权法的要求 如果你是单单的发表一种言论 而当中没有提倡什么暴力 或者是形式的违法行为的时候 你就不扣成犯法 因为如果扣成犯法 那个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是过度的 是超过国家人权法可以接受的 那么如果你在进一步 你组织起一群人 一起去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也是 就是单单的讨论 而没有 进行任何违法的行动 那么也是 也不应该可以受到限制 因为如果限制的时候 也是一种 超过国家人权法的规定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群人 大家我们认为要 推行这种公投 然后人们自决 决定是不是独立 或者是我们组成一个组织 去推动中国进行南方 如果大家都是用这种讨论 大家可能有行动 你组织一个论坛也是一个行动 但是这些都是合法的行动的时候 那么也不扣成 应该是不扣成违法 当然如果你再进一步 你组织一个 如果说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 你组织一个诚实的游击队 或者是你组织一些恐怖行动 透过一些恐怖的行动 那当然就可以限制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限制 是和国家安全必须的情况下 可以对你做出限制 戴教授 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 因为香港是没有发生过文革的 但是为什么发生在大陆的50年前的文革的 包括说您所说的文革式的批判 我们说什么大明大方 大时报等等这些方式 为什么会在今天的香港 这个所谓就是我们说很有法治的地方会重演呢 我想这个是和过去几年的香港的政治发展 有很大的关系 在2013年 20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主要是推动战中 这个战林中华的运动 然后最后就变成了雨伞运动 当时大家希望 因为香港如果按照基本法的规定 我们是应该可以发展为一个 有真正途选的一个民主的社会 当时大家就是争取 就是最后一步 希望中共能够 理行它的承诺 在基本法的承诺 但是当然最后 大家知道中共认为 在这个时候还不可以让香港有真正的民主 所以就有831的 2014年831的这个决定 就把真补选的这种希望 都是可以是完全的伪掉了 然后跟着发展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政治 就会就是维持不变 继续的现在这种不民主的制度 我也写了很多文章说 不民主也不一定是专制 但是呢 现在呢 就它从14年开始呢 就雨伞以后呢 就我们不能够再变成一个民主的地区 但是呢 更差的情况就是 它进一步 中共进一步的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呢 我想可能大家知道 就是这些宣誓的事件呢 有一些在选举中 赢了以习的民主派的议员 就把他们的 因为他们宣誓的时候 不符合一些规则 他们就把他们的以习拿掉了 跟着各方面对大学啊 各方面的影响啊 民间啊 影响呢 都看到呢 就是这种威权 或是专制的这种的 力度越来越大在香港 其实现在呢 我看我的事情呢 是只是一种威权 或是专制统治在香港呢 进一步抗大 我想它因为它害怕 香港的过去争取民主的一些力量 会用来反对这个中共的政权 过去民主力量对中共呢 虽然是有反对 但是其实也只是要求 你按着你的承诺 让我们有民主就可以了 其实没有真正的反对 完全反对这个政权 但是你看到呢 现在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呢 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权 是 完全不可以接受 有一点我觉得是 这是不幸的 就是他们对 不但是对中国政权 这个中共的政权 有反感 他们对 来自中国内地的人 也有反感 这个是对 对我不期望 我也认为不应该出现的情况 因为大家不应该把政权和人民 为了一起的 那么 因为这个香港 慢慢地出现这种 反对中共政权的这种声音 一种出现了 而且在年轻一代 越来越厉害的时候 所以呢 现在他们就把我作为一种打击的对象 来打击这种 这种声音 其实我 我跟来说是 可能是有一点不对头的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支持港独 我是反对专制 其实我不是反对中共 因为对于中共 这个中国共产党 如果它的统治方式 不是专制的统治 因为你可以看到 在世界很多国家 都有共产党 这些共产党也是一种政治组织 你是公民 你就有权去组织这个政党 然后透过政党 透过选举 你可以是执政党 这个我完全可以接受 所以我的反对 只是你反对 你用专制的方法 所以在哪个论坛呢 组织的组织叫 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 那我和主持人说 你们反共 那我是反专制 我不是真的要反共 共产主义 其实也已经没有时长了 这是我们说的共 是这个共产党 共产党可以推行 任何他认为对的政策 只要他能够是透过公平的选举 拿到这个执政地位 我是没从位的 所以现在呢 他们打击我 我想是有一点不对头的 因为我没有反共 我是反政治的 现在这种的 这种对我的这种批斗呢 我想真正的意义是要对 这种在香港慢慢出现的 这种反对中共政权的这种声音 要打压下去 我是作为一种首先打压的对象 戴教授近来呀 在香港发生了很多事 您知道 比如说战中事件 铜锣湾事件 还有战中三子被审判 还有靖会大学普通话 豁免等等事件吧 您认为发生这些事件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人对一国两制在香港 还能走多远非常的担忧 您对此是否有信心呢 我那这个由在基本法起草的时候 到了过渡 然后就全回归 我是专门研究基本法宪法一国两制 我一直认为一国两制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矛盾在里面 一国是比两制大 一国两制要成功 一定是一国是比较宽容的对待两制 因为两制就是香港这一制呢 我们那么小呢 很难去可以和一国去对衡的 所以在1232年我们推动战中 其实是希望能够最后能够建立起一个在香港的民主制度 那个就真正的完成了这个一国两制 就是把一国两制在建立着一个较平等的关系下 但是呢 因为那时候中共还是不可以允许香港要回选 所以就哪个时候开始 其实应该是更早去 已经开始 就是一国慢慢的向这个两制去压 压制这个两制 现在可以说是最高峰的时候 我的对我的批斗 其实就是一国亚两制的一种最厉害的一种情况 所以未来呢 就如果一天这个一国不愿意放弃这种 用一国亚两制的这种手法的时候 一国两制是没有希望的 从我们在香港这方面去看呢 有年轻人认为这种一国两制已经不可信了 所以他们才提出什么港独的要求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时候谈港独也是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在现在的情况下 你支持你真的要搞什么独立运动 国际社会也不会承认 你也不会得到这种支持 因为独立不是你说独立就独立 不但是你的主权国不会让你独立 国际社会也不会允许你找什么承认你的独立地位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我想要这个一国两制我也不会有太大的期望 但是我也看不到在短短时期有什么另外的选择 唯有就是在这里我们透过争取民主去反这个专制 其实你可以说是一种比较被动或是悲观的这种一种观点 就是我们只是尽量的顶住这个来自一国的这种专制的压制 不让它恶化的太厉害 尽量的透过民主的方法 尤其是透过选举 我们在19年有区域会的选举 20年有立法会的选举 我们希望透过选举让民主人士能够拿到更多议席 只是目的不是要推翻也没办法去推翻什么 而是只是顶着这个这种恶化的情况 就是等候一个时候 这是也是我在台台湾的发言 就是中国政治政权结束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来 没人知道可能是五年十年 也可能是二十年 甚至是2047年以后也不会来 这个没人知道 我们也是可以透过在香港的民主运动 去顶着这个政治政权进一步的压制 能够顶多久就多久 这个就是我的想法 所以可能是比较悲观的 当然我也有乐观的一面 就是我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政权 也有它本身的各方面的这个面对的危机 尤其是如果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出现一些不利的情况 那么对于中共的政权 必然会有很大的影响 也会产生一个变动的机会 那么但是这个也是经济方面的发展 是什么时候会产生危机 真的严重的危机也是很难说 现在中美可能会发动这个贸易战 也可能说有些人说的不会发生 其实我想中共下的中国大陆 过去已经是很长时间的经济发展 都是向上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规律 你不可能无限期的向上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向下的时候 那么什么时候来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可能出现变动的时候 所以我的发展是很简单说 我们在香港 我们要一国两制 不可以给我们补选了 所以大家不要有什么期望 我们现在争取民主 就是要用反对专制政权 顶着让希望可以等候了 那个准变的时机 我只是说如果这个时机来的时候 我们准备好没有 我只是想大家先多想一想 如果这种专制政权结束的时机来到的时候 大家可以怎么样去想这个问题 可能人说是简柔天 你说的太远了 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我以前写的东西都没有 什么样去读 不要理会 现在反应透过这一次的事情 让更多香港人去想这个问题 戴教授 您刚才谈到 您说未来中共 如果走下 就是出现了一些经济上的崩溃 或者一个新的民主中国会诞生 这个我们无法预期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香港人是否想过一个问题 也就是您看 中英联合声明 中共曾经是说 它已经是个历史性的文件 已经没有任何效力了 其次 中共在发生变化 您看十九大以后 就开始强调党 领导一切 同时 在这个修宪 就是以前 邓小平硕果仅程的一点 政治资本 就是任期制 也被取消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学者认为 实际上 中共既要领导人民 中国大陆的人 其实也要领导香港 也就是香港也必须服从共产党领导 那么结果就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天 如果这种民主浪潮声音太大的时候 其实中共已经做好一个准备 就是把坦克开上香港的大街 我不知道香港人民 居民对这有没有预期 这一点呢 就 也是为什么有一些 香港我们叫建制派的人 就是比较称中共的人 他们对我的批评 就是我想这是源于这一点 其实他们 其实你越是和共产党结束的时候 你越明白共产党的本质 所以他们其实是最反中共的人 我相信是 但是他们反中共呢 就是透过和他们合作 透过人和他们的共产党的要求 来为自己能够拿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他们对我的批评 其实主要可能是这一点 就是如果你继续的这种 推动什么民主呢 反政治呢 你这好像是对着一头蛮牛 你在扬这个红布 就是你是跳运它 去拿更多的压制 所以他们就说 你应该在说什么呢 你就是接受了这种现实吧 接受这种政治的统治的现实吧 这个所以 第一绝有一些香港人是想到你刚才说的问题 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说大家不要再争取了 结束这个现实了 我当然我个人不同意这种想法 但是我希望也希望有一种限度去做香港的民主运动 所以我不是要组织什么 现在没有任何计划去组织什么大型的这种社会的 和街头的抗争的行动 好像 12年的战中 当时的社会环境 政治环境是蛮不同 现在我只是提出民主派的朋友 大家努力在地区做好地区的工作 让更多民众明白民主的好处 而且我们身体离行的 在争取民主的行动里面 我们也是去均行这个民主的精神 然后透过选举 选举是合法的行为 我们能够争取更多的一些 其实你无论你争取多少 也不会改变整个政体的 因为整个政体还是一种捐资的政体 只是我们的声音会大一点 也和政府也可以多一点 回选的空间去争取多一点 我们要求的事情 也会令亚制不容易 那么容易去影响下的 所以我认为我组织的这些 其实应该不会威胁到 中共的这种根本的利益 但是看来我可能要重整了 因为如果是的 就不会发生现在的这种对我的批斗 可能对中共来说 你这样做也一定不可以结束 但是是不是他就会 我继续做的时候 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 因为我还是在一种合法的情况下 去做所有事情 但是他会不会就因为 我们在选举里面做的事情 就要派坦克来了 我想也应该不会 如果是这样 这个也是对香港整体的冲击 是太大了 我想在香港到现在为止 对中共还有利用价值 对中共还有利用价值 香港还是一个金融 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这些还不可以代替香港的地位 所以我们还有这种可以操作的空间 当然如果香港失去了这种地位的时候 那个就难说 戴教授 关于香港的民主 其实一直有一种观点 就认为了 就是香港在英国治理期间 是有法治而无民主的 而现在 其实给香港也很多民主了 我想问的问题是 您是否同意 在英国治理期间 是有法治无民主 这个观点 您对香港的未来 您怎么看 是的 在英国时候 是要法治民主 或者是很有限度的民主 也是到了中英谈判开始以后 才在香港的地区层面 慢慢到了立法会层面 有这种民主的选举 我自己的看法 有些人就是说 当时你们为什么不争取民主 现在在中国统治下 你们就叫什么民主 我想这个是用一种 没有看到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 其实香港人在70年代 80年代 我常常比较这种政治文化 其实我现在大陆的中国大陆的大部分人的这种的政治文化是很像的 就是大家全面看钱看 就是赚钱是最重要 所以其实很多年以来 其他地方的人对香港人的印象都是这些人很懂赚钱 都是为了赚钱 那么这个是70年代80年代的香港人 我也是在那个时代成长的 我的另一代人 大部分人都对民主啊政治啊这些没有太大的关心 但是因为我在大学读法律也有机会读人权也改变了我一些想法 但是这种改变也不是单是我一个人 从80年代以后经过中英谈判 也经过六四的事情了 跟着90年代主权回归 然后2003年刚才说的这个五十万人响接 然后到了2014年2014年这个占中与三年 香港人的政治文化是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我会说起码能力说整个香港百分之百的人 可能也不是传逗希望有民主 或者是认为民主是最重要 但是我们看到了起码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香港人 对这个要求是很强烈的 可能有百分之二十是比较中间 他说有的好呢 没有也不太紧要 但是因为有的也应该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去争取的 然后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就是比较保守的一群 这个就是香港现在整体的情况 但是你看看哪些争取民主的这一群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人 他是什么人 他们是年轻人 他们是在教育水平是最高的这一群 这一群人就是我们的动力和智慧的源头了 你看数人头的时候 可能我们还是不是绝大多数 但是如果看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来说 这一群人这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他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可以很大的 这个也是也是为什么现在他们要尽量的去打压这一群人 年轻人我们在大学里面的人他们都要打压下去 就是要防止这群人去把他们的影响进一步退进 因为他们还害怕就是这群人对民主的诉求是 大来是更大这几个社会 代教师向您请教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探讨一个法学问题 因为有刚才还是延续刚才的话题 有些学者认为在香港是在英国统治期间是有法治无民主 我曾经采访了这个大陆的宪政学者已经屡美王天成 王天成认为了他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他觉得什么观点呢 他认为其实香港是在英国统治期间也是有民主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的民主啊是延续是从英国这个传承过来 比如说1215年大宪章一直走下来 你不能说那个时候如果说根本就是没有民主的 那么他这个制度怎么去适应 香港怎么会去适应他 所以这个从理论上他觉得实际上他是传承的 无非他没有体现民主 但是从英国那里他带来了民主 您同不同意他的观点 那我就用另外一种分式框架去理解这个问题 香港人民在英国统治时候 只是到了最后的十多二十年才开始有我们的民主选举 这个如果是香港有没有民主是看香港人民有没有这种民主的权利呢 我可以说大部分时间是没有 但是你刚才说呢就是英国本身的民主传统或是民主的做法 怎么样去影响香港的管制呢 我想呢主要就是透过法治的这个联系在一起 因为法治呢 不单是有法可以有法必依的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对于公权力的一种限制 那么当时我们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 英国的总督其实在香港的总督呢 香港的总督就是英国派来的 他差不多是拥有绝对的权利的 但是呢他不会运用他的差不多是绝对的权利在香港压制不同的这些同政府不同意的人 因为呢他就受到英国本身的民主的传统所限制 所以我说呢 如果你说真的在殖民地统治的时候也有民主呢 这种民主呢是透过英国这个民主体制 对总督的权利的限制来体现在香港里面 所以如果你刚才说的观点我也不会不同意 只是这个大家用的分式框架是不同的 他所说的民主就其实对我来说 不是一种直决的一种民主的选举 因为当时香港人真的没有这种直决的 很多的选举权利 但是这种民主精神 民主价值就是透过这个法治的制度呢 对总督做出了很多的限制 那么主权回归后问题在哪里呢 主权回归后就是我们的港 我们的行政长官他还是拥有很大的权利 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宗主国再不是英国了 再没有这种民主的传统去限制这个行政长官的权利 所以就出现了行政长官很多时候 他把他的权利用尽这个法律可以允许的权利 就产生了对各方面的压制比以前大 还有就是现在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行政长官可能只是一个专制政权的代理人 有些时候也不是他自己要做什么 因为在97年前其实总督在香港呢 其实是有很大的自由度的 他要做什么 尤其是一些民生方面的事情啊 政策 只是他受到来自英国的这种民主传统民主制度这种限制 他不会乱用他的权利 但是现在呢就这个香港行政长官他已经没有什么他自己可以有的政治空间 或者是他的权利了 其实他差不多已经是一个中共的代理人 任我这个事情来看着也可以看到 因为中共要要打药了 他怎样去发抵仓呢 抵仓就是由特区政府发推荣 一个盛名又有哪个时候开始 你就从这个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特区政府其实已经是变成一种中央政府 中共政府在香港代理人的这种角色 也不再是一种拥有自己的一定程度的自由度 自治度的一个行政官员 戴亚廷教授在台湾自由人权论坛上的言论 本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 应受到香港基本法的保护 但却遭受到文革式的批判 近年来香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民主似乎遥不可及 香港政府正在变成中共的代言人 越来越多侵犯香港自由法治事件的发生 香港这个璀璨的东方之珠 正在失去它邪恶的风产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